刘国梁做出了明智的决定 刘斯文跟马龙二人扛起了重任 分别去指教陈梦还有防震动 冲击四平赛的比赛冠军 看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阿信聊球 有趣又有料 我们共同聊下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方面 包括了马龙还有刘斯文 两名国拼的冠军选手 抵达了温州的赛场 可以说他们这一次 为什么会到达了赛场 而且到达赛场之后 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呢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我们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要了解到 刘国梁正在带领着国拼队伍 去准备了11月份 将会在美国的休斯顿 来举行的四平赛 这一场国际大赛非常的重要 那么现在刘国梁就紧急 召回了马龙跟刘斯文 两名选手 可以说让他们到达训练的赛场 训练的场地 有着很大的帮助作用 为什么这么说 对接下来的陈梦跟房正东 都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我们再来聊到第二个方面 其中我们据了解到的 那么马龙跟刘斯文 本次他们虽然说 没有报名参加四平赛 但是他们到达了训练的赛场 有着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去指导 我们国平昌赛的选手 其中尤其值得议题的 那就是女子乒乓球队的陈梦 刘斯文这一次到达现场 那么他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据了解到刘国梁给到他的安排 让刘斯文他去给到陈梦 更好的一些指导的建议 而且帮助陈梦他去训练 包括了成为陈梦他的陪练选手 可以说刘斯文作为陈梦他的师姐 同样都是马龄的两名弟子 刘斯文他去培养陈梦 他去指教 他去给到陈梦一些指导 对于陈梦的四平赛 也有很大的帮助 毕竟我们能够了解到 刘斯文在过去的比赛 怎么说都是获得过了20个世界冠军 而且四平赛的比拼当中 刘斯文可是全满贯的选手 简单来说 四平赛的所有冠军 当打混双团体 全部都拿到过 刘斯文是当之无愧的 四平赛的黑马选手 冠军选手 让刘斯文他去指教陈梦 让刘斯文他给到陈梦 在四平赛怎么去打 怎么去发挥 可以说非常有助于陈梦 在四平赛当中 获得女当冠军 还有去争取 完成他的大满贯的荣誉的 一旦陈梦 他能够在四平赛独贯 那么包括了奥运冠军 包括了世界杯 他都拿到冠军了 陈梦他就可以成为 大满贯选手了 所以说刘国梁这次的安排 让刘斯文抵达了现场 来指导陈梦 意义非常的重大 最后呢 还有我们聊到的第三个方面 那就是马龙 他去指教防震东 可以说呢 刘国梁又一次的安排 也是一举两得的 女拼选手呢 刘斯文可以指导陈梦 男拼选手呢 防震东也需要指导的 马龙他去指教防震东 马龙他也去陪练防震东 成为了防震东很好的一个辅助教练 其中的意义也非常的重大 虽然本次的四平赛 马龙没有参赛 但是马龙他可以很好的去培养防震东 一方面呢 马龙的大赛经验非常的充足 另一方面呢 马龙的总体实力也昌称国兵队伍 数一数二的选手 他敢说第二 真的没人敢说第一的 所以呢 让马龙他去指教防震东 他去辅助防震东 在四平赛本次的一个集训 意义也同样是很重要的 综合对比来看呢 那么刘古人临时召回的刘斯文跟马龙 两名选手呢 可以分别给到陈梦 给到小胖 很好的指导建议 让他们四平赛 冲击当打比赛的冠军 一旦陈梦跟小胖都独挂了 陈梦可以完成大满挂 小胖呢 更上一层楼 那么大家是否认同刘古梁 这个安排呢 让马龙 刘斯文 他们分别去指教防震东 还有陈梦 冲击冠军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点点关注 并转发阿信下期和大家 接着分享 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 下期